我们能拿这个来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的小面空的部分 我们拿两个不同的 和选和选的配置方式和中式方式来跟大家介绍 第一个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里面是看到两个和弦 就是C,然后G,然后做中子,C,G,C 另外一个是比较复杂的 就是一个小节里面换两个和弦 就是EMI,EMI,EMI,G,然后做符合中子,EMI,EMI,G,C 那我们来听看看这两个的效果会是怎样 所以我们就把 等一下就请大家直接把它打上去 所以我们只有四个小节可以直接打 那打上去之后呢,我先用基本的和弦来跟大家讲 就是 C的部分呢就是弄的时候,我就是请大家把和弦打上来 打上来之后呢,我们 就是先用开一下,不是把它用先试试 一 二 三 三 二 三 我們把揮旋桃器之後我們來替一下第一段這一個 這個是 这是 我刚才买出位置了 所以是真意乖乖的 再听一次 这是班的宗旨 就是 要从头去的头 然后就要做 这个 一五一的 这个科学 这下一个编门就是 第二小节 我换了两个科学 你听起来如果比较有 丰富性一些 那我就把这些 打上来 我把这些研究 那么就是 我把这些研究 真的 我说 这些研究 跟那个研究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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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研究 我说 我说 这是 好,下面是一個小節換兩個核旋 那最後一個小節換了三個核旋 注意一下這邊 這邊是用 151 所以呢 451 那前面這裡啊 我們用6 那你用 如果把它用溪核旋 OK 那次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451 好,這是另外一個核旋的宗旋 不一定前面一定要用1 好,那這個也是一個復活的核旋的宗旋 讓我們貼一下這個 好,那這邊呢是兩個不同的宗旨 分付的宗旨的一個簡單的應用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核旋停在一首歌結束的時候 你把核旋停在151或是141或是1451 那你這樣子就可以讓你整個節奏停下來的感覺 那我們今天呢還是跟大家講說 比如說歌曲的開始啊 第一小節一定是在C 最後一個小節會選 如果是其他條的話 也一定在C 那如果今天你的歌曲是有分段的 就是你的 歌曲可能有第一段、第二段 那我可能第一段中止了 那我這時候我的核旋會選在他的數核旋 就是三句的部分 這個後面我們再講 那個樣式的時候 我們再跟大家做一次介紹 好嗎? 好嗎?